大家好,这里是Wook Life徒步生活 今天要谈谈越南一起比较严肃的历史新闻 2019年10月20日的晚上10点左右 有一辆看似无奇的卡车正行经英国爱瑟克斯郡 在密闭的卡车内,温度计显示达到了38.5摄氏度 随后开始温度逐时递减 在当日的午夜时分,卡车司机Robinson 收到一封来自爱尔兰运输商老板罗南修斯的简讯 对他说道,快给他们空气,但不要让他们出来 于是在罗南修斯的指示下 Robinson打开了卡车的车门 里面的39名乘客已经没有了呼吸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欢迎动动你的小手关注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美洲的越南新闻与历史故事 经过一个月英国警方的调查 确认了这39名的乘客身份都是越南人 但是他们多数的人都持有人口贩值伪造的中国护照 这迅速引起各方的注意 其中有一位受害者的家属经过一年之后 向卫报回忆当时的情况 在2019年5月 33岁的Teng支付了6680英镑 合法前往罗马尼亚 在当地的一家鸡肉工厂工作 后来他遇到了一位儿时的朋友 说服他前往英国找更多赚钱的机会 他当时并没有告诉妻子他打算怎么去 他的妻子告诉卫报 每当他打电话回家的时候 他主要是跟他四个1到8岁的孩子谈谈心 并会通过电话和他们一起唱歌 但是在10月22日的那天 他打给妻子告诉他 他正在去往英国的路上 然而这通电话也成了最后一次与妻子的通话 而这次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根据媒体报导 估计每年有成千上万的越南人 通过人口走私组织 从越南偷渡到欧洲 许多越南偷渡者 主要是来自越南的中北部的 合进省和义安 这两个比较贫困的地区 当地的居民看到邻居们 突然用更贵的材料重新装潢自己的房子 或是开启更好的车 这也让他们在互相比较的情况下 开始渴望 让家人有同样的生活品质 无论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而在西欧国家工作 被视为是一网通向繁荣的捷径 尽管这样做会让自己因此丧命也在所不惜 另一方面 英国商会在2019年针对6000家公司进行调查 发现81%的制造商 面临很难找到合适技能的员工 英国商会经济部研究主管Mike就说 英国劳动力市场变得越来越严峻 整个英国的经济领域企业都很难招到人才 这也让英国企业面临没有大量劳动力可用的酒精 就在这样一个供给之下 有了这样一条非法移民的产业链出现了 透渡到欧洲一般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 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经济条件 其中一条被人口饭卷称为是二氧化碳路线 顾名思义就是通风极其不良 闷热残酷 利用装满货物的货柜横跨英吉利海峡 从亚洲长途跋涉到西欧 这段二氧化碳路线是6000英里中最危险 也是最后的一段 选择这种路线的人们被称为是乡民 而另一条选择VIP路线的人 则可以短暂居住在旅馆之中 并在货车中拥有比较好喘息的空间 偷渡者们会在人口贩子组织的引导之下 通常会在法国北部的路边营地等上几个月 然后偷偷溜进一辆货车拖车之中 他们把自己包裹进铝制的袋子里 然后在冷藏室里待上几个小时 以降低被发现的风险 尽管这段行程非常的危险 甚至可能因此而上命 但偷渡者们为了机会还是来了 根据预估每年约有1.8万的越南人向人口走失者支付前往欧洲的费用 价格一般在8000英镑到4万英镑之间 家属通常会在行程开始前支付一半的费用 剩下的费用在被运输者抵达目的地时才会进行支付 如果有幸抵达英国 偷渡者们的日子可能一样不好过 有些人会被人口贩子承诺将在餐馆或者是建筑工地从事合法的工作 结果却被安排到一些非法种植大麻的房子里当起了园丁 或者是在美甲沙龙里打起黑工 一些美甲店的老板会成为他们在英国的代理父母 他们则像奴隶一样替主人家做饭换取住宿 每小时以非常低廉的几英镑作为报酬 有些在工厂里工作的工人日子可能就更差了 工人们有时一起被锁在屋子里好几天 面临的是恶劣的居住条件 包括会拉走失线引起火灾的危险 或者是居住环境常伴有有毒的化学物质引起的健康问题 由于自身是偷渡者的身份 这些非法移民无法寻求正规的医疗帮助 然而这次39人蚕死在货车内的场案 并没有遏止越南到英国人口的走失 甚至走失市场的价格还因此有上涨的趋势 根据驻越南的独立反贩卖和奴隶制的专家 一密布的观察 他对2020年在法国北部 越南移民进行了采访 这次的事件并没有遏止人们离开的热情 人们倾向将这次的事件视为是一场意外 甚至认为死去的人非常的不幸 但走失者的营销策略发生了一些变化 走失者们告诉他们 如果需要安全的抵达目的地 那就要支付更多的费用 他同时也说 如果他们留在学校继续接受教育 他们就有可能透过合法的仲介前往海外 但他们想要快速致富 得到了有关在英国工作和生活的虚假信息 这也是为什么人口贩子可以借用 这样的讯息将他们引入英国 这些被人口贩子带往海外的越南人 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受害者 他们只认为这是他们必须忍受的一部分痛苦 才能通往成功的彼岸 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越南新闻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